作者,赵俊峰,图片来自网络《澳大利亚属于发达国家》,不过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,在世界上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,有点孤独寂寞的澳大利亚,非常希望能够和美国绑定,显示澳大利亚的地位。 然而特朗普显然不大待见这个大洋洲的小兄弟,受到了冷落的澳大利亚,其余向美国表明其重要作用。 除了经常对中国无端指责以外,澳大利亚还在南太平洋与中国对上了。 9月15日观察者网报道,澳大利亚正在尽全力与中国进行军事竞争,为了争取分析,澳大利亚几乎白送了一座军事基地,给这个南太平洋导国。 9月14日的北京日报,刊登消息称,澳大利亚通过更有吸引力的竞争条件祭拜中国,赢得北京一处军事基地的建造权。 此举表明澳大利亚对南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日益重视,北京日报所说的这处基地,是位于北京纳迪史的黑石军事基地。 由于北京的财政困难,黑石军营的建设工作长期被搁置,飞机军方非常着急,中国愿意帮助北京建设这个军事基地。 但是只能投资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,其他的需要飞机自己来,看到了机会的澳大利亚为了拉拢飞机。 干脆把这个基地的所有工作都承担起来,除了硬件,包括培训飞机军队,提供各方面专业知识等也都一块半了,相当于白送一个军事基地给北京。 这对北京来说吸引力不是一般的大,澳大利亚之所,应该认,当人大头也要使劲往北京打钱,主要是为了抵消中国人影响力。 本来北京一直受西方国家排斥经济处于困境当中,是中国拉了北京一把,在经济上加强了与北京的合作,随着中国影响力在北京的提升,澳大利亚坐不住了。 特别是对中国与北京在军事方面的合作,更是十分警觉。 澳大利亚不希望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增强军事影响力,本来澳大利亚是在帮着美国围堵中国,这下中国反而到南太平洋来交朋友了,让澳大利亚内心十分不爽,于是澳大利亚开始跟中国交界了。 2018年6月,中国远往7号访问北京时,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号两栖攻击舰也急匆匆赶过去凑热闹。 2011年中国向北京曾送一艘水温监视船时,澳大利亚马上向北京,奋送了一艘巡逻舵,也是在2011年,中国与北京签署警察合作协议,北京派警察到中国授讯。 接着澳大利亚就在北京构建,澳大利亚太平洋安全学院训练北京的军警,以及太平洋地区的维和部队,澳大利亚孩子斗气一般的行为。 实际上反映的是澳大利亚,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关系思维,为了替一只小插手南海事务的美国壮盛士,澳大利亚甚至大老远地跑到南海附近搞军演。 以青年9月20日,观察者,王源颖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道称,澳大利亚海军派出6艘军舰,1200名士兵靠近南海,参加印太泛斗2001时机军演,出了先服役的开培拉及两栖攻击舰,埃德莱德奥担任几舰外,还有4艘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舰参加演习。 澳大利亚海军几乎出动了所有的精锐,是澳大利亚海军近30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,澳大利亚如此形势众众仅仅是为了向美国表忠心,其实,无论是在南海问题上蠢蠢欲动,还是对北极等一些南太平洋,岛国的争夺上,澳大利亚都没有自己的切身利益需求。 中国只是在扩大开放,更多的与世界各国开展经贸交流,相应的军事交流也是为了增加固信,为经贸交流保驾固航,和美国一样,澳大利亚错误的解读了这种正常的交往。 澳大利亚与中国种的东西就根本不是一回事,就是在军事上砸再多的钱,也不如与这些国家开展经贸交流,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实在。 澳大利亚在军事上较劲,可以说是使错了劲,根本无法阻止这些国家同中国进行经贸交流,这样的钱实际上是白花。 当然,澳大利亚同时也想象一直冷落自己的特朗普表明,澳大利亚还有用。 但是在有用,特朗普也是铁了心要美国优先,澳大利亚表现得在中心,也难免来上特朗普的关税大棒。 在钢率关税上澳大利亚可以说是有凝无险,不过有消息传出,特朗普要对进口油化时加深关税,而澳大利亚出口量下美国需求的20%,这次再赌过去就不容易了。 围堵中国,澳大利亚不大会失去中国市场,还要被美国再盘剥。 如果在杂险在争夺南海的知识影响力上,澳大利亚恐怕什么也得不到,注定要输得血本无归。